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们今天这一章进入贸易和投资的这个范畴里面 我们知道WTO规定的四项流通 包括货物的流通,服务的流通 还有劳动的流通,还有这个资金的流通 在第二章里面,规避了劳工,号称劳工没有开放 其他三四五条就是谈货品服务和这个资金 OK,这个规避了劳工的讲法 这个里面对劳动者就不冲击吗 我们非常的担忧,为什么非常的担忧 刚刚有国民党籍的委员说 我们要先存在,我们先要有生存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谁能够存在 谁能够生存,而谁要死亡 当台湾的所有的孩子栽培到最高学府 台大毕业,结果台大毕业还成为派遣劳工 当劳动子女要借着教育流,阶级流动 要翻身的时候,结果劳动阶级的子女找不到投入 当失业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当烧炭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当六清污染在那里 那些社区的人要治癌率要提高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问台湾的执政者负不负责任 谁会存在,谁会继续生存,而谁要逐步走向死亡 所以接下来要谈的ECFA里面谈的 我们不断的讲说,你第三条货品贸易啊 我们谈让利早收早损清单 当然已经是一个假议题了 因为在之后的开放条款第十三条里面 附件及后续协议,它根本没有关门 之后的早收早损还要继续有清单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再问 这个条五里面讲到说 依据本条纳入货品贸易协议的产品 应该分为第一种叫做立即实现零关税产品 第二种叫做分阶段降税产品 第三种叫例外或其他产品三类 我们要问,早收早损告诉我们的只有一类 那另外两类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摆明了,要让这个谈判 让这个ECFA,要这种模式 要进入GATT所谓的第二四条过渡阶段 是不是也代表着 现行为开放中国产品的 两千两百五十项农工产品啊 要在下一个阶段 将零关税开放或者是分阶段来开放 我们在怀疑这个东西有关门吗 ECFA是一个没有关门的签约啊 可以无限增加啊,无限再谈 而且全部都直接纳入这个条约就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 技术劳工在第三条要受到冲击 因为我们的中国商品要进来 零关税 当我们在服务项目的时候 白领阶级劳工要受冲击的时候 连今天打工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